英国国防部长威廉姆森日前证实,英国皇家空军日前在黑海上空再次拦截了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, 据悉这架俄罗斯别十二海上巡逻机从克里米亚半岛起飞,向着北约国家的领空飞去,英国空军从位于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起飞了多架台风战斗机,对其进行了半飞和驱逐,这让俄罗斯方面十分愤怒。 俄驻英国大使馆表示,英国战机在远离英国本土2000公里的俄罗斯,家门口拦截俄正常飞行的战机,这种挑衅行为无法接受,俄将对英国展开对等报复反制措施。 据报道,近期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破裂,双方都不断在边境地区增兵备战,尤其是北约一方,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东欧地区进行了17次军事演习,投入了数百架战机和包括核动力航母在内的上百艘舰艇。 此外美军还在不断向俄罗斯的邻国增派部队,包括罗马尼亚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,都进入了大批英美部队,而英国无疑是除美国之外,对俄最为强硬的国家。 在最近短短一个多月中,英国战机已经拦截了多次俄军机,甚至有一次还宣称一次拦截了六架冲向北约边境线的俄空军苏24战斗轰炸机,给人的感觉比美军还要强硬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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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